哥哥欠下巨额债务后车祸死亡 妹妹一边料理后事 一边却在申请移民 还有一个男的跟他一起申请 说是他哥哥呢 债主暗中跟踪 果然发现车祸中死者另有其人 果然你是在这装死躲债了 跟我去公安局 那么车祸中死亡的人是谁 兄妹之间还隐藏着什么 不为人知的秘密 甲兄妹真情侣的阴谋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这是一个深秋的傍晚 重重白布包裹着灵堂 正中间摆放着一名 年轻男子的黑白照片 灵堂下 一个披麻带笑的姑娘 正乌乌奄奄地哭着 照片上的男子叫赵涛 姑娘是她的妹妹赵琳琳 窗户上的白色窗帘 被风吹得哗哗作响 暗台上的蜡烛摇曳欲灭 让赵琳琳更加显得是弱不禁风 而就在这时 砰的一声 灵堂的门被人一脚踹开 几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是横冲直创的就闯了进来 为首的名叫王强 长得是一脸横肉 才一进门就大喊着 赵涛 你给我滚出来 别在这给我装神弄鬼 原来王强真的是赵涛的债主 这赵涛家里面 一直是做钢帽生意的 本来生意是相当红火 家境也非常不错 可谁知赵涛的父母 突然出了车祸受了重伤 他们住院以后 生意由年轻的赵涛接手 但是流失了一部分老客户 再加上这几年 钢帽行业本来就不景气 这赵涛的生意 早已是惨淡经营 入不敷出 为了渡过难关 赵涛在外面借了不少钱 可是没想到 这生意没见起色 窟窿却是越来越大 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 这个王强 原本已经把赵涛告上了法院 拿到了法院的判决以后 他也已经申请执行了 本来王强 才刚刚是松了一口气 可是他突然听法院的人说 说赵涛已经死亡了 王强不愿意相信 这才闹到了灵堂上 这亲戚和邻居们听了之后 对王强不免 也有一丝同情 但是也不好意思 直接再把人往外赶 于是就好言相劝 现在人都死了 你们在这闹也没用 还是都散了吧 可是王强不甘心 赵涛欠着一屁股的债 说死就死了 谁知道是真是假 这时候 一直是缩在 亲戚朋友身后的赵琳琳 哽咽着说 我哥哥他真的已经不在了 那天他开车去外地出差 车从高架墙上翻下去了 后来就着火了 连车带人都烧得面目全非 边说着 他边拿起了一张纸 递给了王强 王强一看 是公安局开具的死亡证明书 这赵琳琳就抽叶着说 我哥哥真的死了 家里的钱都用来还债了 我没有骗你们 我这儿还有一份证据 就在这时 赵琳琳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份 DNA鉴定报告给王强看 报告上写着 死者的DNA与赵琳琳的DNA 经过比对 相似度极高 可以确认是兄妹关系 看着DNA鉴定报告 王强的心彻底凉了 他知道借赵涛的这笔钱 算是打了水漂 心烦意乱的他 约了朋友出来喝酒 打算借酒消愁 却没想到 朋友的一席话 让事情有了转机 这借着酒劲呢 王强就说起了 闹灵堂的事情 说到赵琳琳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就问他 你说的那个赵琳琳 是不是长头发 瘦瘦高高的 王强一听 对啊 你还跟他认识啊 朋友说 认识倒是不认识 我不是干移民中介的吗 有一个叫赵琳琳的 最近在我们公司办移民呢 我看他长得挺漂亮 就多留意了一下 不过他不是一个人移民 还有一个男的 跟他一起申请 说是他哥哥呢 听了这话 王强蹚的一下站起来 揪住了朋友的衣服 你说清楚 他跟谁一起申请移民 那个男的到底长什么呀 叫什么名字 这个朋友本来喝的 就有点高 被王强这么一吼啊 话都说不利嗖了 结结巴巴的说 那个男的挺高的 有点黑 具体长啥呀 我真没注意 当时光顾着看美女了 没注意她 不过我有个印象 这个男的呀 跟他不是一个姓 我当时还想呢 这兄妹俩咋不是一个姓呢 王强松开了朋友 心里不断着重复着 朋友刚刚说的话 想着那个女的 到底是不是赵玲玲 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赵涛刚死 她就申请移民 听说她父母 现在还在医院住着 难道她都不管了吗 她是不是想结款外逃啊 第二天一大早 王强就来到了 赵玲玲住的小区门口 正好看到 赵玲玲戴着一个 大墨镜从小区里面走了出来 紧接着上了一辆出租车 王强就赶紧让司机 开车跟了上去 车开到了一处 近郊的居民楼附近才停下 赵玲玲下车以后 就进了一处老旧的居民楼 此时正值深秋 寂静的郊区 除了秋风吹的落叶沙沙的声音 就只有公路上 偶尔经过的汽车引擎声 坐在车里的王强 眼睛是一眨不眨的 盯着赵玲玲进去的那座 居民楼的出口 生怕是错过了什么 十分钟 二十分钟 一个小时过去了 就在王强心急如焚的时候 赵玲玲终于从那个居民楼里走出来了 而在他后面不远处的地方 还有一个男的 身穿着黑色大衣 头戴帽子 还有墨镜 两个人各自拖着一个行李箱 看上去像是要出远门的样子 王强再也坐不住了 推开车门 冲到了两个人跟前 一把就抓住了那个男人 大吼一声 好你个赵涛 果然你是在这装死躲债了 跟我去公安局 王强边吼边拽人 直接把那个男的推进了车里 关上车门 马上就让司机开走 原来这个男子竟然真是赵涛 看来事情果然像王强想象的那样 赵涛为了躲债 而演了一场假死的好戏 可是那个替他去死的人又是谁呢 难道死亡证明和DNA鉴定报告 都是伪造的吗 这赵涛一看假死逃债的事情被发现了 当时是吓得浑度附体 直到车子发动了 才反应过他想要逃 他死命地挣扎着要下车 可是王强本来就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这会儿又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这赵涛就被他死死地摁在了车座上 直到车子开进了公安局 王强把赵涛假死逃债的事情 跟民警交代了一番 强烈要求把他抓起来 民警听完之后 觉得事情恐怕不是简简单单的逃债 于是便将赵涛涛带回警局协助调查 赵涛涛怎么也想不到 天衣无缝的句话 居然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 他当时就有点崩溃了 警方很快就攻破了他的心理防线 而他也说出了惊人的真相 哥哥赵涛欠下巨额债务后 设计假死逃债 我们给他弄成一个车祸死亡 让他就替我去死吧 阴谋败露后 妹妹赵涛涛爆出另一个惊人秘密 死亡证明书和DNA鉴定报告 都不是为造的 但真正死去的人另有其人 原来赵涛与赵涛涛并非亲兄妹 真正死去的人才是赵涛涛的亲哥哥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又是怎么回事 假兄妹真情侣的阴谋 原来死亡证明书和DNA鉴定报告 都不是伪造的 但是真正死去的人不是赵涛 而是另有其人 说起来啊 这个赵涛与赵涛是赵家从刘家抱养来的 当时刘家条件不好 家里的老人呢又是重男轻女 当时他们正好遇到了 一直想要一个女儿的赵家 于是就把年仅五岁的女儿送给了赵家 并且还收了赵家的钱 这个女孩后来就改名叫赵涛涛 赵涛涛生得乖巧可爱 赵家父母对她也是视如己出 连赵家的亲儿子赵涛 对小涛涛都是疼爱有加 这一天赵涛涛照常下班后回家 在小区门口被一个男人叫住了 等问清楚才知道 这个男人竟然是赵涛涛的亲哥哥刘磊 这刘磊小时候呢 因为喜欢妹妹的乖巧可爱 对她还是不错的 经常把好吃的留给妹妹 还经常带着她一起玩 这给赵涛涛的童年 留下了难得的美好回忆 所以这赵涛涛虽然对亲生父母有所怨恨 但是对亲哥哥刘磊还是有好感的 想着小时候哥哥的好 现在能跟亲哥哥相认 赵涛涛是喜不自生 开心的赵涛涛请刘磊吃了顿饭 饭后啊 这刘磊就开始面露难色 她支支吾吾的对赵涛涛说 想借点钱 赵涛涛虽然诧异 但是想着哥哥第一次来大城市也不容易 就拿了一些钱给她 谁知道一个月以后 刘磊又一次找到赵涛涛 说自己想跟几个兄弟做买卖 需要十万块做资金投入 这可把赵涛涛给难住了 赵涛涛虽然从赵家长大 赵家虽然是家大业大 但是赵涛涛从来没有接触过赵家的企业 而自己只有一份普通的工作 上次给刘磊的钱 已经把大部分的积蓄都拿了出来 现在这刘磊又伸手找自己要钱 而且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样赵涛涛心里面 那种亲人重逢的喜悦感 逐渐消散了 对这个才刚刚见了两次面 就不停伸手要钱的哥哥也产生了一些不耐烦 赵涛涛对刘磊说 哥哥你看 这么多年都是赵家在照顾我 我现在虽然工作 但是赚的钱真的不多 上次我给你的钱已经是我所有的积蓄了 我现在手里真的没有钱了 看赵涛涛不愿意借钱给自己 刘磊脸色马上就拉了下来 说道 赵家有的是钱 你在他们家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 你不愿意借钱给我 那我自己就去赵家自己要 我妹妹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管他们叫了这么多年爸爸妈妈 找他们要点钱怎么了 赵涛涛一听 刘磊要上门去要钱 顿时是惊慌失措 尤其是父母现在还在医院养伤 万一要惊动了他们可如何是好 他赶紧抓住刘磊的胳膊说 你别冲动 我想办法 我想办法就是了 赵家现在也是负债累累 你去了肯定也要不到钱 刘磊啊 这才罢休 甩开了赵涛涛的手 说 这还差不多 我下星期再来找你 你要是凑不起啊 我就直接去赵家要 说完 转头走了 刘磊走后 赵霖霖既委屈又愤怒 这么多年 刘家对她不闻不问 好不容易来了个哥哥看看她 却是为了跟她要钱 为了不惊动赵家 赵霖霖想尽办法凑了五万元钱 她暗暗祈祷 刘磊能够创业成功 以后都不会来烦她 可是事情却远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赵霖霖拿着存了这五万块钱的银行卡 来到了刘磊的临时出租屋 她只听见里面是闹闹哄哄 进去一看 才看到竟然是刘磊在跟三五个人正在赌钱 这样心里本来就不痛快的赵霖霖 直接傻在了原地 刘磊一看赵霖霖来了 联邦对其他几个人说 今天就到这儿吧 欠你们的钱明天就能还上 边说边点头哈腰的把几个人往外送 这几个人呢 是边往外走边嚷嚷的说 明天必须还钱啊 把几个人送走之后 刘磊是联邦拉住了赵霖霖 问他 钱凑齐了吗 快把钱给我 赵霖霖这才回过神来 问刘磊 哥哥 你跟我说实话 你借钱到底是为了做买卖 还是拿去还赌债的 刘磊善善地回答 既然被你看到了 我也就不瞒你了 实话跟你说吧 我确实欠了点钱 不过没关系 你这不是给我拿钱来了吗 等我赢了钱 肯定连本带利地还给你 看着刘磊这无赖般的嘴脸 赵霖霖心里积存的不满和怨恨 已经快要爆炸了 自己把全部的积蓄 都拿出来给刘磊 可是他居然拿钱去赌博 赵霖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了 他甩开刘磊的手 冲他吼道 你跟我要这么多钱 还说要闹到赵家去 就是为了赌钱 你们把我卖给赵家以后 你们一直不闻不问 现在我长大了 你就来找我要钱 居然要钱是为了去赌 我告诉你 我不欠你的 你休想在我这拿到一分钱 刘磊一看 赵霖霖并不想把钱给自己 她冷笑一声说道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是赵家的千金小姐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赵家那小子到底是什么关系 前些日子 我可是亲眼看见你们两个 搂搂抱抱 好不亲热 你说 我要是把你们这 见不得人的事捅出去 你俩还能像现在这么潇洒吗 实相的 赶紧把钱给我 把我惹急了 谁都不好看 刘磊这话是什么意思 赵霖霖和赵涛不是兄妹吗 赵霖霖听了刘磊的话彻底慌了 那么她和赵涛之间的秘密 又是怎么被刘磊发现的呢 原来这刘磊一直是个赌徒 把家里的钱都输光之后 就把主意打到了从小被卖出去的妹妹身上 她刚到城里的时候 就跟踪了赵霖霖一段时间 她本来是想看看她好不好相处 好不好骗 却不曾想 无意间发现了这样一个秘密 于是才有了现在 有恃无恐的 向赵霖霖要钱的底气 心烦意乱的赵霖霖 看着刘磊叼儿郎当 有恃无恐的样子 气得是浑身发抖 刘磊这时候又说了 想清楚没有 你以后最好是乖乖听话 否则我就让赵家鸣声扫地 本来就憋着一口气的赵霖霖 听到了这话之后 真的是气得肺都要炸了 她拿起了桌上的玻璃烟灰缸 就朝刘磊的头上砸了过去 刘磊完全没想到 她会突然出手 没来得及反应 就听砰的一声 刘磊已经满头是血地 倒在了地上 看到刘磊直挺挺地 倒在地上 满头是血的样子 赵霖霖吓得全身颤抖 过了好半天 才颤巍巍地拿出了手机 打给了赵涛 妹妹赵霖霖一时愤怒 失手杀死新哥哥 看到刘磊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满头是血的样子 赵霖霖下全身颤抖 赵涛将计就计 用尸体涉取假死躲占 给她弄成一个车祸死亡 让她就替我去死吧 阴谋曝光 这对假兄妹真情侣 究竟会面临怎样的法律制裁 假兄妹真情侣的阴谋 正在突出 赵涛赶到出租屋的时候 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他找到缩在角落里的赵霖霖 是好一番安死 这才问明白事情的缘由 等赵涛凑近地上的刘磊 仔细查看的时候 刘磊已经没有了呼吸 发现刘磊死亡的赵涛 并没有马上报警 看着与自己身形相似的刘磊 他想起了前些天 在电视中看到的假死躲债的新闻 想着自己不堪重负的债务 赵涛就对赵霖霖说 这个刘磊已经死了 要是报警的话 我们也说不清楚 搞不好是要坐牢的 你也知道 哥哥现在在外面签了很多钱 那么既然他已经死了 不如我们给他弄成一个车祸死亡 让他就替我去死吧 这样一来 我也可以去躲过那些外债了 等这事结束以后 我就以刘磊的身份 和你一起移民到国外去 重新开始生活 好不好 赵霖霖这时候 早已被吓得是六神无主 这会儿听见赵涛说不用坐牢 还能两个人一起去国外重新开始 立马点头复合 好 我都听你的哥哥 赵涛说服了赵霖霖之后 又给公司打电话交代说 自己今晚紧急要去外地出差 当天晚上 赵涛就开着车 载着刘磊的尸体 上了高速 跑到没有监控的高架桥上 调了车速和车向之后 他就调了车 当时这一跳也算是惊险乱分 要不是早年赵涛玩过赛车 对车子的性能非常的了解 而且身体又比较灵活 只怕他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 去冒险 去玩什么跳车 可是当时这车冲下了高架桥之后 并没有自然 赵涛就用衣服和打火机 引爆了油箱 这才真的弄成了车毁人亡的假象 民警接到赵涛涛的报案之后 找到了车祸现场 现场的尸体已经面目全非了 而赵涛涛按照哥哥赵涛交代的 他扑上去是边哭边喊 说我哥哥不可能就这么死了 不可能的 你们给他做鉴定 我哥哥玩过赛车 他最懂车 他不可能出车祸的 民警按照程序 做了鉴定和死亡证明 而根据DNA认定 死者和赵涛涛是亲属关系 于是这才有了故事开头的灵堂闹事 以及后来赵涛涛 赵涛企图出国 北王强阴差阳错拦下的事情 事情发展到这里 案情已经基本明了 赵涛涛不堪被亲哥哥刘磊威胁 措手杀死了他 惊慌之下 跟赵涛联系 而赵涛为了逃避债务 将刘磊的尸体 伪装成了车祸被烧毁的假象 然后想假死逃债以后 带着赵涛涛双宿双飞 可谓是机关算尽 却不料在最后的关头 被债主王强发现了端倪 最终被绳之以法 案件真相大白 最终赵涛涛被检查机关 以故意杀人罪提起了公诉 而赵涛也以帮助毁灭证据罪 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被提起公诉 其中故意杀人罪和帮助毁灭证据罪 不难理解 而赵涛涉嫌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又是怎么回事呢 观众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 这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的行为 包括被执行人隐藏转移 故意毁损财产 或者是无偿转让财产 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 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情形 赵涛在刘磊死亡之前 已经把大部分的财产 转移到了妹妹赵琳琳名下 之后又利用刘磊的死 假死逃债 明显属于有能力执行 而拒不执行的情形 已经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经过法院判决 赵琳琳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而赵涛明知道赵琳琳 实施了杀人行为 而帮助其将流泪的尸体转移 并焚烧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 帮助毁灭证据罪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作为被执行人 隐藏转移财产 富有执行人民法院 判决裁定义务的能力 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 构成了拒不执行法院 判决裁定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恕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 随着判决的生效 这起案件也尘埃落定了 赵涛和赵琳琳的父母 在病床上也是伤心欲绝 本来收养一个女儿 是善事一桩 可谁承想 善心居然结出了恶果 他们也在反思 是不是对孩子太过宠爱 没有教给他们 怎么去面对挫折和困难 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而赵琳琳和赵涛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更是悔恨万分 可是后果已经发生 唯一能做的 只能是正确面对 我们生活当中 谁又不会犯错 甚至是误入歧途呢 但面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时 是选择逃避 甚至是用一个错误 去掩饰另一个错误 最终越走越远 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还是正视自己勇于承担 这是生活对我们的考验 好了 观众朋友们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grief 听下视频 要不然我就把你见不得人的事 说出去 分手不成又被逼写下欠条 男人再遭妻子数落 让你算计我 让你威胁我 看到底谁斗得过谁 男人盛怒之下又将做出什么 疯狂举动 妻子逼我讨项链 明日播出